哈喽大家好 我是醉尼 今天这场比赛自来自于小孩和韩国BJ 小孩在拳皇每个版本中都游刃有余 这点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虽然说都是拳皇 但是每个版本的操作手感或者操作节奏都是不同的 他能这样每个版本都玩得很溜 太难了 看来真的是天赋非常的高 韩国BJ呢 他则是在98C中称霸的一个玩家 特别是在莉安娜 非常的出名啊 而且一套秒杀能力相当强大 开场韩国BJ 韩国BJ想后抓 但是没有掌握好距离 被小孩的一个跳躲过去了 现在小孩 哎呦小孩近身 近身他突然闪现闪到背后就抓住了 哇刚才有一个细节啊 其实韩国BJ想用闪现套路小孩一下子 没想到小孩快速冲杀出来了 这点就是拼反应了啊 生龙腿怼上天去 但是韩国BJ用了一个地头 然后追地 快速重手划铲 接笔杀推推推 推完之后生龙腿试图 搞一下子 其实刚才如果接个必杀的话 韩国BJ就拿下小孩了 嗯韩国BJ为了省一颗气 哇葬送了克里斯的小命啊 这下有点难受了 接着看下一回合呀 看来关键时刻还是不能省气 该接大的时候就接大 接着看韩国BJ的不止火舞 不止火舞一个扇子就扇到中段 快速解决 这一局倒是挺利索 那么现在双方的都是不止火舞了 下面小孩的不止火舞也出场了 不止火伤害高 伤害他不是一般的高啊 如果在角落打上一套超杀脸的话 你的一管血都不够大 就这么夸张 感觉这个不止火舞也该削弱了 那小孩抓到一个超杀机会 利用划铲做取消 然后扔上去接个超杀的 好韩国BJ应该是要交代了 没办法就这么强 落地烧 落地烧 然后再怼一下 带走 接着来到了韩国BJ下一个角色 这次是满水带走 一套秒杀能力果然是强 韩国BJ的利安娜也登场了 曾经韩国BJ用这个利安娜 也是风靡一时 现在的话还是很强的 现在仍然可以称霸这个利安娜 两段守到半夜战之后 然后追加一个摔 C头解比杀 大V炸 带走 接着就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 小孩的八神出场了 这是小孩的招牌角色 不管哪个版本 肯定是会用的一个角色 而且是收底的一个角色 哎呦 大V强炸 这是 很精准的一个预判 但是还是被八神的葵花 38出去打中 利安娜肯定交出强反 理论上来说 98C谁先交强反 谁的胜率就非常的低了 那么 韩国BJ 韩国BJ都慌了 各种裸大 各种预判 但是这次没有预判好 得 也没有责 这种防住了 慢了 韩国BJ没有了强反 八神抓到这次机会 一股酌气 葵花38是女带走 看来真的是 谁先交强反 谁就要交代了 好的 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小孩首先拿到了第一分 好 咱们接着进行到第二局 第二局看韩国BJ如何接招 韩国BJ之前那种霸气的打法 好像消失不见了 这局双方都是拼克里斯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强两个角色都是一模一样 这强两个角色绝对是强 如果你想练98C的话 你选择这两个角色练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那那克里斯 哎 跳 想用CD弹跳啊 双方力回打的都特别棒 我们看谁先抓到第一个机会吧 第一个机会实在是太重要了 圣龙腿接一下 小孩 试图冲这个角落 韩国BJ意图非常明显 又想后抓 韩国BJ这个后装已经被破N次了 已经被破几次了 现在小孩抓到一个后撤 的机会 然后接笔杀 推推推 推完之后快速闪现在套路 但是韩国BJ基本功还是够硬的 快速起身了 起身以后 看他还能不能 对冲破小孩的防线 哎 滑铲滑到了 没有接上下一招 又被对住CD三次 三次CD 哇 重拳又被怼了一下 轻微封下来 快节奏 高压制 韩国BJ还是抓到机会了 当然他不至于一套带走 小孩后续还可以再打 双方的基本功都是过硬的 都是有细节的 对手要出什么套路 都是咬入执掌 现在韩国BJ抓到一个机会 推推推推 身上天锯 然后后抓 抓过来接个必杀 韩国BJ翻盘了 三秒时间 哎呀 这个克里斯 在第一局就搞出了 非常强的火药味 而且打到了时间都快没了 一直在拼套路 拼预判 接着看第二个回合 小孩的不知后 不知后 手下飞一下子 跳入 克里斯不断的弹跳CD 不知后 哎呦 头脊拆了之后 克里斯继续弹跳 掏下盘来吧 滑铲必杀推推推推 然后这一局韩国BJ要 试报上一局之仇 然后再来给大家推 这下他还是可以打个力回 压CD 没有动 好CD中了 中了之后 哇 是不是韩国BJ太紧张了 这种失误都能 都能有吗 对手还没落下来 他就开始后抓了 抓的早了一点点 那个韩国BJ的不知后 看来和小孩打 还是有那么一点紧张的 但是他的倾拳 还是确认够快 扔上去一个必杀 直接来到小孩的八神这里 小孩的八神能以一敌二吗 现在韩国BJ的不知后 还是满血 而且他还有一个利安娜 没有用 今天这个八神怎么样 八神首先来个波 现在发送爆气 爆气就轻垂点葵花 中拳挠 猜到韩国BJ后撤 想出招 一个中拳就挠到了 挠到就是连呢 生龙爪截 葵花千语音 然后三十八只女 看来不知后要没了 八神虽然说 连招多伤害低 但是他打得多呀 打得花式 这个伤害叠起来 还是蛮高的 最后接八只女 来到利安娜这里 小孩这个气量还可以打 没有问题的 接着看BJ的利安娜出手 第五个回合 看利安娜如何征服八神 抱着哎呦 快速一个地头 但是想点青角 没有点到 八神百合哲 快速想勾 利安娜扔 手刀一下 压制起身 圣龙对空 小孩的技术一决 是他的圣龙 大圣龙每次都是玩的 提心吊胆 让人强抓血风 勾过来一个奎花千语音 接上八只女 合影 八只女之后 八神继续跟上一个小跳百合哲 破防 再来千语音 然后下地 哇 小孩又拿到了第二分 现在 以碾压的形式啊 这个比分 让韩国BJ比较紧张了 韩国BJ再接上一臂 希望第三局 他能稳住自己的心态 不要那么紧张啊 好 这一次开场还是克里斯拼克里斯 英国已经经过前两局的较量了 他们都比较了解 都是套路了 但是高手在对战中都是变换套路的 要随机应变才可以 你看克里斯一个超远距离的战青角就点到了 好的 点到以后 滑铲接比啥推 起身之后韩国BJ可能会防御 哎呀 他闪现了 哇 这是高手的一个作为啊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板边防御 哦 闪现 这种很容易被抓的 如果是小孩反应快刚才 抓着闪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然就是猜了呗 小孩如果用C地压起身 他这个闪现 他很难闪出来 哎 韩国BJ 中拳后抓 可以带走了 这一局基本是没了 这是小孩的不知后舞吧 其实小孩只要有八神在手 感觉他就非常稳 第二个回合看小孩的不知后舞 哎 克里斯开场一个弹跳 不知后封住起身 压住 好 扔扇子 扔 站C 扔到 不知后又暴气了 暴气之后跳 哎 跳 跳 下C确认白鹿之舞 回手掏 没有掏到 不知后 再烧他一下 克里斯继续起身 起身以后 青角点杀 跳C地 哎呀 好 一扇子又扔到了 现在不知后 抓到这个绝妙的机会 一鼓酌气 克里斯爆气了 现在出现一个非常紧张的情况啊 克里斯又爆气了 哇塞 他还连住了 哦 韩国BJ这一下抓到一个非常大的点呢 完全可以秒杀 一套带走 来看韩国B好 韩国BJ就是准备一套带走了 但是好像看这个情况也不好带走啊 然后打着推推推 胜龙腿上天 空中带杰格大 能带走吗 带不走 还有一点血 打出了55连 咦 后抓 抓过来 克里斯后抓简直就是神技啊 时不时就抓一下 如果距离近的话 就没有问题 再看来到第三个回合 小孩的八神又被干出来了 哎 哇 开上头 哎呦 总想用划铲划一下子 现在克里斯稳住 八神升了对空 然后克里斯 头 头击被拆 八神刚一发塞地 爪截两段 奎花杰格轻语 奎花三世 角落地波 抓 反手奎过来 小天白和着破防 对手八尺的 对手突然升了一个生龙腿 那八神肯定是躲过去了 八神 刚才有一个细节 应该是故意跳的早了一点点 骗BJ出了个招 然后他在快速进行确反 这个套路真的是够深啊 接着来看韩国BJ下一个不止火舞 其实刚才那个小跳 对他 可以看到小孩 刚才那个小跳并没有出什么招死 而且跳的早 跳的早的话是压不住起身的 嗯 非常好的一个细节 发生奎花点到上超杀 没有上 属于防御反击 掉不了多少血 哎 两点奎花千云又中了 这下终于要上超杀了 呃啊 这一局难道说八神要以 敌三反凶了吗 奎花千云恩导 奎花三世接八世女 666 好 发个底波 抓个血风 天堂之间放一炮 肯定是一套死了 这个无解 一小孩的打法基本不会省气 他就来到了第五个回合 也是五十多年 这个八神是杀疯了 接着看韩国BJ的莉安娜 也来到了第五个回合 好的 看莉安娜这局如何操作 哎 莉安娜直接C头 拖到角落 逆向八神也抓个头先 看莉安娜起身 把这跳塞地又是快速的一个确认 哇 这确认太快了吧 现在八只女兽 对手强反又交出来了 逃当手 这不正经的八神啊 这个打法 健身套一下他先 哎呀 中角踢个葵花 一一敌三反三了 好 今天这场比赛就在这里了 大家来个关注吧